今天繼續跟大家講講Galaxy S21 Ultra的拍照和拍片效果 這部機由Ultra Wide Angle到10倍的Tele都有 例如這張就是10倍Tele的效果 大家看到背後的虛化效果 但也很特別,它的虛化效果大家發現像長方形格一樣 因為Tele鏡真的長方形 所以無可避免有這個比較特別的效果 另外大家可以看看這張照片 最近的地方和中間的地方和最遠的地方 它們層次是很分明的 另外由於它是一個10倍的遠攝鏡 所以就算用來拍照也沒問題 大家可以看看以下的片段 在過往只可以用一些專業的相機 或者攝錄機才拍到的東西 現在隨手就已經拍到了 當然,穩定性上來說 以一部手機來說已經是非常之好 因為手持已經可以拍到這麼遠的東西 如果換成是一些真真正正的相機的話 可能需要更多的裝備 雲台那些可以幫助你 大家可以看到距離是非常之遠的 另外這次的S21 Ultra Zoom In Zoom Out 亦是比較暢順 反應也夠快 除了這個10X的長焦鏡之外 其他鏡頭拍出來的影像都非常清晰 這就是1X鏡拍出來的效果 接著再和大家看看它的相片 這張Ultra Wide Angle拍出來 面向光源之下 大家看到高光的壓制做得很好 另外它超廣角之下 也看到天空很藍 接著我們就轉去不同的鏡頭 1X鏡之下 一看到太陽之後 就完全不受太陽光影響 另外3X鏡和這個10X的遠攝鏡 都不會因為上面有太陽而影響了它 而那個光源光的表現也非常之理想 可能有朋友就會問 這部機拍片拍得久 究竟會不會過熱呢? 我自己今天就在陽光之下拍了很久了 基本上發現這部機是有點熱 但是就未去到過熱的 所以暫時都不用擔心著的 例如現在大家看到這段影片 我其實就在陽光之下 曝光了很久 等了很久 才去拍到這段影片 所以曝光了這麼久 這部機拍出來 都不見有疾 軟件更新完之後 就完全沒問題 既然是一部旗艦機 除了主鏡頭拍得很好之外 究竟自拍鏡頭的拍成怎樣呢? 現在就試給大家看一看 這個導演視角 和畫中畫 或者前後雙鏡 有點相似 首先 我可以切換兩個鏡頭 我自己變成大頭 前面景物就縮小 又或者倒轉翼 接著就可以切換它的鏡頭 在我的畫面裡面 是看到三個鏡頭 譬如現在是1X鏡 可以隨時切去Ultra Wide 由於整體擺位 我已經看到了 所以不會說歪了 或者是拍了第二度 我現在直接切換去 最遠的鏡頭 大家看到已經是拍了 由於在我的角度 我已經是預覽到 Zoom鏡頭拍到什麼 除此之外 視像鏡頭 亦都可以放在不同位置 但我亦都留意到 在這個模式裡面 防手震是關閉了 所以大家看到 拍攝遠的鏡頭 是比較震的一些 另外 亦都可以左右分割 視像鏡頭 和主鏡頭 好像現在這樣 另外我亦都可以切換不同的鏡頭 舉例 我一次換成這個超廣角 然後我可以一直這樣 直接拍攝完攝鏡 經過暫時這麼久的測試 日間拍攝真的非常不錯 慢慢進入黃昏 黃昏之後就會有夜景 大家可以看到 開始接近黃昏或者晚上的時候 拍照 它的表現亦不差 白平衡 曝光水準 都是很不錯的 真正去到晚上的時候 其實晚上的時候 它拍出來的天 還有一點點深藍色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這幾張照片 都是沒有用夜景模式 就這樣拍下去 不同焦段拍下去 大家都看到效果 另外去到這一張 就真正用夜景模式來拍 大家可以看到 拍出來的效果 都挺討好的 跟上代的Note20 Ultra 來比 它在動態範圍上 是改進了很多 但是在一個細節度上面 我就覺得 略為有少少油畫化了一點 如果它在Noise Reduction 可以減少少 細節度高一點 我會喜歡一點 今天這個暫時 就是一個比較簡單的相機評測 稍後會有更加詳盡的分析和評測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給我一個Like 另外記得去分享給你的朋友 再去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旁邊的通知 下次有新影片的時候 就有通知了